小伙伴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美男子画图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块这个石头 热腔楼栏山社的这个料子 这个料子在没有切之前 肉是一种这种轻肉 然后从这个肉的表现 这种茅茶来看 我们都会感觉这个料子不会特别好 这个位置的表现里面 说这个地方的肉应该会白一点 这些茅茶来看的话 都是不是特别惊艳 没切开之前这块料子 经过我的手 是一个朋友拿过来的 以朋友的价格 这个料子两万五卖不卖 当时我们也分析了一下 从这个糖的茅茶看 感觉肉不会太多 肉有一点 当时就这样想了 如果切开超个两万多 价格是太高了 然后当时的时候 我跟这个朋友看 都只能看一万 一万大 就是一万七八 一万八九 肯定是不超过两万块钱 我们准备把这块料子就是盘掉 但是别人低了两万块钱不卖 然后就这块料子就在这个市场上 就放了大概有二十天 然后就是大家都出价 都没有出到超过两万的价格 因为大家看料子的眼光都差不多 实在没办法 他一生气 他就把这个拿去切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切开的效果 看到没有 这是切开的效果之后 没想到满肉 一圈红糖 糖包肉满肉 当时在这个锯上 别人看到这个切开的这个效果之后 当时开口就给五万 然后他没有给 他没有给 然后他就拿回来了 看到之后这种能切这么完美的料子 我也喜欢 然后我又给他加钱 比这个五万的价钱还要多 加的钱 然后把它拿上了 拿上了之后 然后我研究了一下 小白的意思是说 他要再切一刀或者两刀 然后切好的话 然后再转手卖掉 然后呢 我的想法是 现在就这个样子直接给他买 因为这个若枪的楼兰三色 他在圆框料切料的时候 他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真的不知道 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们之前不是切了块料子吗 当时我们是八万买的 然后当时切了一刀以后 然后别人给十二万 然后当时我们就想的是 再切一下 再切好一点 给他卖到十五万 十五万以上 结果那一刀下来以后 然后连七万都值不了 都只能值到五万的样子 就是 就所以这个料子 我们切的太多了 然后就给我的切害怕了 因为现在啊 这个料子上 就是稳稳的两只镯子是有了 我们在这边了解了一下 这个手镯的这个市场啊 人家的要价都已经达到了三万以上 也就是说是 这两个镯子 三万 三万的品质还没这个高 然后就是说 这两个镯子保守可以卖到三万五 然后呢 其他还有料子 然后小白的意思是说 再切一刀 然后再看一下 能不能再出一个镯子 哎呀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真的风险特别大 风险与利益共存啊 这个 我看到都害怕 你看你画的这个圈圈都不够圆 因为我打灯看过了 这上面没有一点毛病 从这个地方下衣纸下来之后 然后这地方是一只镯子 对吧 一只镯子 然后中间的镯子心 一个 一个上面红糖 下面白肉的这种一镜的牌子 现在这个心 就是这个镯子 我们保守估计三万块钱 如果这个心的话 也差不多能卖到一万块钱 这就是连镯子带镯心 这基本上就是四万块钱了 四万块钱 然后从这地方下一刀之后 这地方还有这么厚的距离 还有这么厚的距离 这地方是两块牌子 两块这样的牌子 能卖多少钱 如果这边切开小 这边切开之后 你看这个宽度非常宽 下完之后从这边一片 从中间劈开 就是有四块牌子 最少保守估计是两块牌子 我画的圈构比较大 这个是一个 可以出一个60的圈口 上面是红堂这样的牌子 这地方又一只 一个牌子 等于说这个地方 一只镯子加两个牌子 然后基本上 我们还是这个镯子打三万 这两个牌子 我们镯子先加这个打一万 保守估计 这一片应该有四万 这两片就是八万块钱吧 八万块钱了 然后这地方一片下完之后 从这地方 我们可以看这个厚度 这是刚刚两个的镯子呗 然后到这地方下面 应该是还有一只镯子 哎呀我都感觉 感觉都呼吸不过来了 就都别玩了 我觉得就直接这样卖吧 男人不狠站不稳 你好狠的心啊 目前来说这个料子 不管怎么切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了 不会赔 我觉得还是切比较好 小伙伴们 我是很保守的 我特别担心 我感觉100次让我输一次可以 但是如果就是说是100次让我输个10次20次 我都有些接受不了 小伙伴们 大家是觉得直接就这个样子转手 然后加价利润比较低的这种加价卖掉好呢 还是说是直接切一刀 然后要么亏一点 要么赚的更多的这个样子 好 大家觉得哪一种方法更好 好了关注 我是阿宁 永床天阳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